2022年12月14号下午17点12分 知名女艺人杨子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文称 开心的一次拍摄谢谢大家 与此同时 杨子还一口气晒出了最新照片16公格 这12张照片系杨子 此次为知名杂志替锦绣拍的最新12月刊封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杨子这次的最新杂志封面照 都有哪些亮点之处值得关注 第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杨子此次主打风格了 以往杨子大凡拍照 特别是写真照都给人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 但是初到20年来的杨子 还没有以中性的造型来施重过 此次杨子为替锦绣拍的封面照 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可甜可言 这种全新风格的尝试 也解锁了一个全新的杨子 在杨子此次发布的16公格秋冬大片中 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那就是穿裙子的照片 仅仅只有两张而已 而不穿裙子的照片 占了87% 且不穿裙子也就罢了 杨子此次出镜的穿着 竟然都是男孩子的衣物 黑皮衣 黑西服 黑夹克 这些男孩子的专属衣物 都通通被杨子上身了 这还不算 杨子竟然戴的那一个腕表 都是男士的 男装搭配着男士装饰物 不得不说 此次为杨子拍写真的造型师 也是太会玩了 如果是单单把男装穿上身走一圈 也就罢了 最关键的因素 就在于杨子在穿上男装之后的感觉 很有感觉 不管是或战或利 举手投足之间 亦或是眼神交流之中 杨子都流露出很慢很慢的感觉 看到杨子此次为知名杂志替锦绣 拍最新12月刊封面 又帅又酷又撒的样子 喜欢杨子的粉丝们纷纷留言 为其打call 子公主今天好酷 另一种感觉黑色丝绒西装外套帅气的风格 真的很好看 森林雾气笼罩的神秘感 让杨子又多了一层魅力